你好 欢迎收看3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为了推动花莲港区观光油气发展 促使国家海洋资源博物馆可以进驻 以及新塑海岸观光榔带 台湾港务公司吸手花莲县政府 21号下午签署了共同推动花莲港区土地活化 与观光发展合作备忘录 期盼可以建立正式沟通平台 和地方政府共同来打造花莲的滨海休闲环境 花莲县府及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为推动花莲港区观光油气发展 共同办理港区土地规划 21日下午邀请县长徐正伟 和台湾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嫌疑 签署共同推动花莲港区土地活化与观光发展合作备忘录 由交通部、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海洋资源委员会、县府各局处首长及地方报等共同见证 花莲港区的土地活化从90年一直到现在 我们现在今天是迈入另外一个新的礼賞 那不同是在东宫、东宫碧、还有就是13号到16号码头 水安码头 还有民生路里东岸、1号到4号码头也是休闲的 那我们期望就是我们港区的土地在宣政的协助之下 可以让我们的土地就是港部、休息永定 那我们可以今天在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海委会的 还有就是那个海洋支援博物馆也在港区这一边 那我们期待就是整个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开华 那我们期待整个沿着港区有一个囊带到70年 今天建筑的MOU是将我们东部的海洋资源整个把它跨越了一大步 所以在这里这是关键的一刻也是利息的一刻 再一次谢谢我们李董事长率 我们港湖公司的所有好朋友能够见证这一刻 然后往前退进 也谢谢新的舞团队一起来 我们将我们整个这么漂亮的一个花莲港 又是深水港又是国际港 如何除了观光休期以外 能够成为国际游轮的 不只是靠化港 更是国港 备望路墓地 期盼与县府建立正式沟通平台 以利后续协商港区土地发展事宜 港区将以区块化概念进行规划 将13至16号码头分两期开发 结合海资馆、台北海洋深层水源区及观光渔港等游戏区 以内观光、外商港为愿景 充分活化港区资源 打造华联滨海亮点 记得蒋方艺华联士报导